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2022年2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中俄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中说 中俄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 加强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 也不受第三国和国际形势变换影响 双方指出,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 中共外交部在同时还加大力度吹捧此次联合声明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在会谈结束后表示 中俄两国之间有一个好传统 无论谁家办喜事,对方都会登门道贺,共襄胜举 他还说,两国领导人无论在交往次数上 还是交流深度、广度、温度上 在大国领导人之间都绝无仅有 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 脸上依然堆满笑容 嘴里依然是甜言蜜语的中共 此时脚步却开始朝向远离俄罗斯的方向慢慢地挪动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共的态度为何发生了变化 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一开始,中共方面对莫斯科的安全要求表示同情 它嘲笑西方发出的战争警告 但是,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遇到困境 中共开始试图向与俄罗斯疏远的方向移动 它缓和了语气,对平民伤亡表示关注 中共开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国家 呼吁和平谈判,并尽快停止战争 人们注意到,中共官方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表述 一边声称理解俄罗斯的安全需求 一边又声称乌克兰的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 有分析认为,此事令中共处在尴尬两难的境地 因此官方只能发出自相矛盾的表述 3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中共对没有上线的中俄伙伴关系开始犹疑 该报道称,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 许多政界人士已将中共国和俄罗斯当作一个新的轴心国组合 这个词让西方联盟有更多理由远离中共国 并在彼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显然,中共方面已经对于一个月之前的联合声明开始后悔 尤其是在俄罗斯九宫乌克兰不下的情况下 中共的政策也开始变得扭曲 3月24日,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专访时称 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是也是有底线的 秦刚说,这个底线就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但它对此没有进一步详述 媒体评论说,面对乌克兰战局的逆转及西方世界的空前团结 北京不得不对中俄关系做出艰难调整 首次为中俄之间所谓的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画上底线 或许中共还希望两头押宝,想两面获利 但是中共党内也有一种声音,担心到头来两头得罪,里外不讨好 一个中共大外宣网站,曾经在文章里表达了这种担忧 他们认为,假如处理的不好,从此和美欧进入全面对抗态势 为俄罗斯陪葬成为新冷战的牺牲品 要么会让俄罗斯觉得,咱们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不够朋友 不仅战略协作伙伴没得做 以后,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也会被对方有样学样 处理不好的最惨结果,就是把两边都得罪了 最后搞得两边都不是人,那在战略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显然,中共正为此焦头烂额,甚至在内部吵得不可开交 拜登与习近平在3月18日视频通话之后表示 他已经向习近平明确表示了北京帮助俄罗斯的后果 他确信习近平无法承受牺牲与欧洲和美国经济关系的代价 3月25日,美国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中共可能会向俄罗斯经济提供一些支持 但会跳舞,一级试图左右逢圆,以同时保持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联系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度太平洋事务主任米拉拉普·胡珀 在一次线上小组讨论中表示 我认为,我们不太可能看到莫斯科和北京完全和公开的团结起来 他还说,这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继续看到中国对俄罗斯经济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 但北京方面会试图跳舞,以保持尤其是与欧盟的经济联系 但同时也保持与美国的经济联系 再来看看这几天发生的最新消息 你会发现,中共方面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3月30日,俄罗斯外交部长希尔盖·拉夫罗夫抵达中国的屯西市 出席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当天他首先会见了中共外长王毅 中俄双方对于会晤的报道出现了微妙的区别 相比之下,中共新华网的内容不仅明显缩水 而且缺少了非常关键的部分 30日下午,俄罗斯外交部推特官方网站公布消息称 外交部长希尔盖·拉夫罗夫和王毅在中国的屯西进行会晤 还发布了现场照片 而俄罗斯卫星通信社转引俄国外交部的消息称 两国外长就乌克兰局势详细交换了意见 俄国外长向中国外长通报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 以及与基辅当局谈判进程 在另一篇报道中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称 王毅30日在会见拉夫罗夫时表示 这是双方一次重要的战略沟通机会 王毅还表示 今年以来 中俄关系经受助国际风云变换新的考验 保持着正确前进方向 体现出坚韧发展势头 他还说 愿同俄方一道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系列共识 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不过和王毅这些漂亮话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共各大喉舌似乎有点过于安静了 在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信息 放出照片 媒体方面连续出现多篇报道的同时 中共外交部网站上有关王毅的活动 依然停留在29日 并没有对王毅和拉夫罗夫的会晤进行报道 同时 中共各大喉舌 新华网 人民网 也没有出现相关报道 可以说是知识不提 当新华网最终报道 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时 比俄罗斯方面晚了足足五六个小时 阿波罗网记者对比发现 中共新华网和俄罗斯卫星通信社都报道了王毅的讲话内容 两者出现了微妙的区别 相比之下 新华网版本明显的缩水 中共新华网发布的版本内容是 王毅表示 中俄关系经受助国际风云变换新的考验 保持正确前进方向 展现坚韧发展赤头 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为坚定 推进各领域合作的信心更为牢固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 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发布的版本内容是 王毅指出 今年以来 中俄关系经受助国际风云变换新的考验 保持着正确前进方向 体现出坚韧发展赤头 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加坚定 推进各领域合作的信心更加牢固 中方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愿同俄方一道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系列共识 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内容中 共有三个地方出现了明显的不同 首先第一点 中共新华网版本少了 中方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这显然是中共方面在刻意降温 虽然王毅很可能确实在现场做了这番表示 但是在公开报道中却抹去了这一部分 这也凸显了中共既想不得罪俄罗斯 而又担心引火烧身的复杂心理 这与2月4日时 中共的心情可谓大相径庭 第二点 新华网版本中说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 而俄罗斯卫星通信社的版本 则是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系列共识 那么为什么中共要在这地方进行修改呢 从字面上看 俄罗斯方面的版本显然更具体 表示要落实共识 而新华网发表的版本则显得很虚 这个地方的改动相比于第一点 显得更加重要而关键 第三点 则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于王毅讲的最后一句话 新华网版本中是 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而俄罗斯卫星通信社的版本是 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显然 新华网版本缺少了 全面战略伙伴最重要的关键词 看中国网站的记者 查看了中共外交部网站 对于中俄关系 在2020年是这样介绍的 2019年提升为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这也就是说俄罗斯卫星通信社 报道的是中共官方的说法 而中共自己却删掉了全面战略伙伴字样 如果俄罗斯方面知道这一点 不知该怎么想 这还不算 30日当天 中共新华网在其另一篇报道中 将俄罗斯排在巴基斯坦的后面 这篇报道的标题是 王毅分别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当天新华网还有一篇报道 标题是 外交部表示 中俄关系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内容是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月30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 中俄合作无上限 我们争取和平无上限 维护安全无上限 反对霸权无上限 中俄关系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中共从这段话中 单单拿出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和我们前面说的心态一样 在渐渐地疏远俄罗斯 开始刻意和俄罗斯保持距离 而文章里说的这些 争取和平无上限 维护安全无上限 反对霸权无上限 看上去似乎嘴很硬 其实语气也在偷偷放软 此前王毅反复表示的是 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 显然 汪文斌将没有上限 局限到了几个有限的范围中 这与中共大使秦刚所说的 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 但是也是有底线的 如出一辙 从众多迹象可以看出 中共对俄罗斯的态度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接下来 中共如何在钢丝上跳舞 会不会出现他们最担心的两边不是人 把两边都得罪了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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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